于是海奥华人就选择了用集体幻觉 把所有的人民除了那12个祭祀之外 让所有人都逃离了那个城市 用他们的高科技武器直接摧毁城市 把城市都变成了粉末 陶就开始讲解地球的起源 在135年前 在人马星座尤克教巴卡拉蒂尼星 里面有居住黑种人和黄种人 拥有了高科技 开始了有了人类的文明 最后发明了核武器 由于是纷争的关系 彼此就发生了核战争 而把星球搞到不能再居住人类了 大部分的人类都死了 只剩下了180个黑人 还有85个黄种人 他们是因为躲在这个避难所而逃过了一截 而这一般心存的人类就再一次拥有了文明 这次他们就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他们知道他们的星球即将要在500年过后就冷却下来 一次他们就在宇宙中寻找可以居住的星球 首先他们是先选了火星 但是那时候火星人已经居住在那里的 火星的身高大概是1米2到1米5 样子好像蒙古人 但是他们发现火星也即将在4000到5000年也会冷却下来 所以就找到了第二个比较适合居住的行星 那就是地球 黑种人就降落在澳大利亚 以前的澳大利亚其实是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星基利亚是连在一起的 而黄种人则降落在缅甸地区 那时的地球是有圆人 而我在地球变连时的影片里面有讲到 在290万年前的南方古人员 还有9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 他两者都是处于石器时代 为什么200万年还没有进化呢? 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假设 假设人类已经是经历过高科技文明衰退过后 然后又重新回到了石器时代呢? 他们两种不同的人种就开始在地球发展了文明 也把巴卡拉迪尼星上面的宗教信仰也搬到了地球 由于黑种人的宗教信仰的差异 使他们分裂出另外一半黑种人 而有一半人就逃到了非洲红海的地区 在撒哈拉沙漠就建起了自己的神庙 过后远变成祭司就拥有非常大的权力 那除了用动物祭神之外 也开始用人类来祭天 祭司就开始迷惑人民 实施渔民政策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控制 宇宙的法则中 人的根本首要职责就是提升自己的灵性修养 这种渔民政策根本就是违反宇宙法则 于是海奥华人就开始干涉 先开始用通过梦的方式去警告祭司 但是这些祭司就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而选择不相信 陶说到有时他们的立场也是很微妙的 他们的太空船可以直接出现 但是就避免不了这些人会攻击他们 因为他们也有高科技的武器 海奥华人也可以直接用高科技的武器 直接摧毁他们 让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但是这些人已经习惯了祭司的领导 于是海奥华人就选择了用集体幻觉 把所有的人民除了那12个祭司之外 让所有人都逃离了那个城市 用他们的高科技武器直接摧毁城市 把城市都变成了粉末 接着在空中出现一团光芒 光团里面发出了一个声音 警告人们上帝是可怕的 而剩下的祭司就会带领这班人 重新回到被救争的道路上 这些发生过的事情就会被记录在文献里面 有些是被改动或者是扭曲 就变成以后的宗教信仰了 那么这个集体幻觉会不会是曼德拉效应呢? 而在那个时间过了不久 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小行星即将要撞击地球 由于是发生的太快 他们也来不及反应 因此只有少数的人逃离地球 但是那个时候地球还没有捕获月亮 所以他们只是逃离在外太空 在地球的轨道上面停留12周 等撞击过后再回到了需要帮助的地方 但是由于他们估计错误 或者是行星突然间加速而撞击了地球 因此很多的飞船都来不及逃离 小行星的撞击让地球的地轴偏移 行星的碎片进入了地球里面 引起了地壳变动还有火山爆发 出现了千座以上的火山发出了有毒气体 还有岩浆 令数百万的人死亡 海水沸腾沉了云雾 然后又下起了倾盆大雨 在12周过后逃离的飞船不得不降落 他们降落的地点是格陵南 飞船已经损伤了不能再飞行 虽然有一些储备粮食 但是地球上大部分的动物和植物都没有了 因此过后就开始了饥荒 也有开始冷吃冷 在昙花中他们已经到达了海奥华星球 它是一个金碧辉煌的星球 好像是有金色气泡一样 而空气中好像散发金色的粉尘 他们星球上面的颜色超越了地球可以描述的颜色 是物体自身发出的颜色 比所有的颜色更为逼真 米蝎就看到地面上有很多好像半壳蛋的建筑物 有些建筑物上面就有蔬菜 有些就光秃秃的 有些大有些小 有些是躺着 有些就横竖着 而这里的引力非常小 只有地球的一半 而米蝎需要戴上一些面罩 因为这一些颜色可以令他痴迷 好像喝醉酒一样 这些颜色上的光子震动 会让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出现功名 会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 而且他遇到了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愉悦的样子 还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同一个岁数的 没有老人家还有小孩 陶除了带他去看他们的星球 森林啊 海洋等等 他也看到了一些人用塔拉飞行 塔拉就好像是一个手表的装置 戴在手上的 另外一个手就抓着 叫利梯欧拉克的控制器 这两个东西可以产生某种的频率和冷磁力 进而综合地心引力 简单来讲就是反中立的装置 最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最大的建筑物里面 建了他们的七圣贤 他们每个人身后就发出好像云团般的粉色 当他们活动时就会发出金碧辉煌 带有淡淡的粉红色 而且他们的头顶好像有个金色光环在围绕着 有点像描述中的神仙和天使 他们的首领叫做陶拉 他开口说道 说邀请米歇斯过来这个旅程 是为了要他如实报道这个旅程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些对于人类指导下的警示 建议还有忠告 他说到地球人类的文明已经进入败物主义 让人忘记了灵性的修养 这个文明比起真正的知识 并不可以相提并论 他们海奥华的人有职责去带领 甚至惩罚带领下的星球的人们 地球上最危险的并不是核武器 不是宗教 而是败物主义之下产生的金钱 这让人忘了灵性的提升 当生命到了终结的时候 这些金钱都带不走 不是很愚昧吗? 而他们的一生都被金钱所捆绑 世界之初是由超智神灵开始的 它是宇宙的中心 它为了要了解物质的世界 它用了四种能力去创造宇宙和星球 第一种能力叫原子力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原子而诞生的 也就是大爆炸而产生了宇宙 第二种能力就是超宇宙力 就是在凭空想象当中而产生的世界 可以用想象力来创造世界 第三种能力叫超天体力 就是用来制造人类还有其他的生物的 而最后一种能力叫超精神力 可以把它的计小部分的灵魂注入在人体里面 它会占超我的九分之一 它也是高级自我的一部分 而高级自我是一个整体 也是一个自由灵魂负责指导其他九个灵魂 那这里我看了很多次总算明白一点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